大家好,七瘋王可以翼空轉身了 那今天介紹影片首先來個小簡評 隊長的部分我覺得是還好的 感覺介於可以玩 但又好像沒有什麼太多特別的東西 就是普通的血量 普通的轉租要求 以及傷害也算普通 那影片中是隨便用這一隊 如果實戰中用一些正常的隊員 傷害其實會再更高一點 而當作隊長真的要說有一個蠻特別 以及是當隊長級戰友 而隊員有四個相同屬性的隊員 那隊長跟戰友會變成隊員的屬性 有點算是戰鬥中會變成純色隊這樣子 那隊長的部分我覺得沒太大的亮點 算普通 而隊員的部分 要說簡評是他有非常特殊的隊伍技被動 我覺得算是有稀有價值 首先來看隊伍技這個能力 整個隊伍中只有神族跟魔族的時候 那機式的三文會在1.7倍 消除服飾而外加7combo 以及神族魔族不會進入疲憊狀態 那這三個能力我認為是非常不錯 但要說缺點 要隊伍中只有神跟魔族 我覺得其實算是蠻嚴苛的一個條件 以現在來看神族第一個想到的是普羅 純神族的普羅沒有迷路的話 好像也怪怪的 然後再來真的要說的話 應該就是純神隊的吃友 但我覺得吃友會比較喜歡和仙谷就是的 而魔族的話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零待遇 但零待遇好像不太需要即使這張卡就是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條件在實際中要發揮 算是有一點小嚴苛 然後再來是主動技能的部分 有分幻化及煉化 那煉化的主動技能有雙招 自身屬性一消 以及效果提高100% 然後還有全部的符石兼具自身屬性符石效果 以及神族模組可以無視反手消符石連擊零化 應該是因為配合一消的關係 所以反手消跟符石連擊零化 額外給予了可以無視的效果 然後再加額外7combo 如果隊伍中只有神跟魔 還會再額外增加兩回合效果 然後再來是第二招 點選符石兩次 消除符石後 左方會掉落第一次點的 而右方會掉落第二次點的 算是特殊的天降自定義版面 也算不錯 然後並且所有成員還會追打 無屬及無屬性攻擊各一次 然後回合結束的時候 神跟魔還會再次轉換成 直行成員屬性種族強化的固定版面 那再來是幻化的部分 他的主動技能 引爆會掉落一個還不錯的固定版面 因為有這種各種屬性 其實這種版面算蠻方便的 再配合最後一點 首批全消又可以7D-2 你可以把這招當作CD4 但是他的-CD還可以給第二招來做使用 第二招CD7 然後也是一定程度的解斷 那配合-CD的話 有吃到可以當CD5 那這邊算是簡單介紹完 之後最後做個小總結 隊長的部分還好 那隊員的話 其實如果你要看他的那個被動要觸發 我覺得現在環境硬要觸發這個的話 算有點困難 但是你不看這個能力 你這兩張卡浮動的解斷能力 其實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這張卡應該也算是免費卡了 那如果玩家們有提示的話 就不要忘記異空轉身 好 那麼今天的介紹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想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通知 記得訂閱什麼資託 廣播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